然后聊完了座椅我们现在坐进去坐进车里跟你们聊 这个车然后还有点就是刚才忘说这个车座椅它能调节到一个相对很低的位置 然后很低的位置你看外面就是这种这种景象 然后看不到机感但是但是我个人是喜欢这种感觉的 然后这辆车中控第一个亮点是它用了这个一米长的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EVOS用然后这个之前设的林肯Z也在用 整个屏幕你说流畅度怎么样呢 流畅度我觉得还是可以你看它可以这么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 真的真的是好夸张啊这个屏幕 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也是这个车的亮点之一吧 然后上面这里可以看到这个BO的音响 然后这个液晶显示屏 然后方向盘的这种手感比较粗 然后整个手感握上去也是不错 然后与其说它方向盘是运动 其实它方向盘其实我觉得不算是运动啊 更多的给你体现了一种豪华感 然后下面这里啊下面这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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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出风口啊 这些都是标配啊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手机无线充电 然后虽然旋扭挡板啊非常有仪式感 然后这边就是呃这个自动泊车呀之类的这些功能了 然后前排的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好的是它这些上面 你能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皮质 然后它中间的这里也是这种 给你做了这种花纹的这种皮质 所以我觉得整体摸上来手感还是不错